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西女仔》一场节目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姚永安 今天的话题和大家说说 这个木九年 究竟在这年里的世界 中港台和香港的运程是怎样呢 刚才说了世界 现在就集中说加拿大 如果有可能的话 还说中港台的情况 很高兴请来就是戴天祥和我们讨论 戴天祥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刚才我们说了世界的局势 美国的经济 其实也是时候说加拿大了 我们听到很多问题 随时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就会被特朗普斩了 到时就很大牵连 我们今年加拿大经济的走势会怎样呢 说加拿大的经济 因为不能先提一提 轻轻提一提美国 我们在讨论说了一些 关于美国的收入率 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因为为什么呢 我觉得它那个北美贸易协议 未必会取消 就算取消也不会在今年 但是它会造成很多压力 第二件事来说 最贸易的影响 其实不只是北美贸易协议 而是美国的税改 它会吸引很多外来资金 去美国或者它本身的企业 是保留回 就算外面不去 也保留回到美国 因为它以前有很多资金 是留在外面的 没错 这个可能是一个机会 就调回到美国本土里面 到美国本土里面 所以这件事 会对于加拿大 会有一个程度 会让我们抽走资金去 起码不再来 OK 不要紧要 可能我们不用靠中国 或者虽然如此 但是我们总理在访问中国的时候 成果如何 大家心知肚明 大家只顧着说它们的蜜 它们的蜜是什么花蜜 是什么颜色 我只看到 为什么中国回来这么有趣 我们总理去说 不是说这些 只是说它们的花蜜是什么颜色 即是说它已经没有兴趣跟你说 正式你要求上的东西 是 这个其实我当时看到 其实是负面的 即是你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去访问的时候 你不是说在台面上说的东西 而是说他衣着 甚至说他穿的什么蜜 我觉得其实这个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处理 这是中国的政治领导人 惯用的手法 因为这样 加拿大会比较贵 基本上加上加拿大利息向上 加元相对比2017年强 对于外来的投资者 甚至对于楼市 也有比较贵的影响 你说很多人说加拿大的楼市 我从2003年说到现在 差不多年年都买你 不怕的 有钱买你的固定资产 买楼 是吗? 你好像去年不是这样说的吧 是 去年你听我说 去年就说 我直至说到去年 是 我还记得我说什么 我就说 如果你买楼 你就要买自住就好了 你不要买来炒 那为什么呢? 现在 就算未完全应验 都差不多了 而2019年 都是跌了的 尤其是西区的屋 就是某些地区 不要说西区 超过350-400万的屋 是跌了十多个比资 这个其实是否跟中国 外汇限制影响 好像现在没有以前的钱 那么容易出来 第一这个原因 第二点来说 你那个 就算本身的 如果你买350-400万以上的屋 一般人不借到钱 就算是老科医生 知名律师 好像也未必赚到那么多钱 是的 如果再加上现在 为什么我说呢 这件事 加拿大政府也会有这些政策 其实我去年已经说了 就会卡住了 这个 所谓豪宅 其实 帕文就没有影响 帕文呢 为什么呢 他的财 因为我刚才说过 这些人 就真真正正正去做生意 或者投资 那个机会 和利润相对是减弱的 我有的话 大家一起上车 这里这个录影室 五个人都买帕文 我不要吃虽然 便宜 我赌了两年三年 2019 2020 相对的 伤害影响 便会出现 但是 你说会不会大跌 不会 不会 意思就是 今年你觉得不会再加 不会大跌 但也不会大跌 不会大跌 但是看来是买什么 好像我所说的 如果你是有钱的 例如我有个朋友 爸爸走了 打了二千万家金 爸爸走了 他的钱便明天不顺 他不是一个好的时间 去买房子 要看相对是什么人 但是如果你是足够金 见爪的 你拿着那几十万 再去炒这个录影室 便并不明智 你觉得今年 就算你说去录影室 如果你说录影室 去投资也不是这样 我觉得始终 是 加拿大的楼 纯粹去炒 你如果是短线 是炒不起 真的不值得 你说你的温哥华 主要是温哥华和多伦多 多伦多也是和温哥华差不多 主要是温哥华 多伦多好像比我更差 比我更差 更差 因为你这件事 可能比我更加 如果现在经济学方面来说 你的价值是很低的 第一 第二 你的税制的问题 你和他在香港 或者在其他地方 买一层楼收租 甚至我在英国买一层楼收租 你的收租是不同的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主题 收租就不是 但如果你说 你买卖 你说是投资 不是投资 就是炒卖 第三就是自住 自住就没有问题 自住没有问题 你只能借一层楼 升到十万元一只 和一千元一只 其实是一样的 你自己哄自己欢喜 不是地税给更多 不是 就是 其实像我家里 已经没有政府的业主的补贴 你给更多地税 是的 是的 今年也要问你一个问题 也需要做 去年 说政治方面 你预言 女性的政治家 是当往的 是 当时我问了你香港 和BC省的选举 香港就是 林郑 是 林郑赢了 BC省 也是 克里斯卡赢了 虽然克里斯卡 三个月不到就倒台 但如果实际 从严格选举来说 你也要确实说中 但是好了 他倒台了 这个 绿党和新民主党 小政府上台了 通常小送政府 是不太长命的 我要问你 又考考你 新民主党 何锦这个政府 这个男人的政府 今年 可不可以 避免下台 就可以守得住成年呢 我觉得他应该 从 不是估计 从 今年冒出年 那个立春 和那个升宿的来看 九大人声对于 这个 绿党 或者对于 新民主党是有利的 OK 因为因为木 今年来说 平地木 我已经说了 第二件事来说 就是说 就是 省和联邦的新民主党有利? 都有利 OK 都有利 我跟新民主党的朋友说一下 都有利 所以 去年我问过你一个问题 你问我问题 你会不会有机会选举呢? 当然 美国一点答案没有 其实 我觉得 新民主党 今年 反而相对地 都站得很稳 尤其是 民生 甚至是楼市 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这个很快 2月就出了 这个施政 施政报告和裁政预算案 我可能到时就知道了 我会知道了 这个 是 熟吉熟空 那么 见仁见智 就像你所说的楼 你说我来炒 一定是我来住 一定是我来 就是我放20年的 另外一个 不同的因素 说回香港 我刚刚想问你香港 香港的楼 我觉得仍然是会升的 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笑话就是 我早两个月回香港 住我这个亲戚的 望岛海景很美的 他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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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宗新起的 不知多少钱一尺 我当时的说法就是 就算你家部打印机 印到银子 你也印不够银子 买一层楼 香港的楼 也有人在传媒 在香港 我经常 通常我过两个月 回去中港台一次 我觉得我反而是最有的经验 我不敢说资格 在这二十多三十年的变化 亦有很多人说 四百多尺 我说是建筑面积 实用得三百不够 一千万 便宜 买一个 这个就是 你说这句有钱的人 你就可以这么说 但是一般普罗的市民 打工仔怎么办呢 要说的一件事就是 我很多年前都说 不是一定要住西半山 所以我问你 哪里 就是这样的 你先上车 然后是后慢慢转 西半山 好像我曾经所说 你律师 会计师 会计师 职师 都未必 买到 新入行的人 你可以买 天水围 你可以买 屯门 虽然现在都一万多元尺 还有 大部分的先进国家 或城市 包括日本的东京 美国的纽约 英国的伦敦 住在中间那些 都不是本地人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香港楼市 是否直接影响到 香港的不单止民心 甚至社会的稳定 会 这是另一个问题 另一件事 肯定 我不是鼓励高楼价政策 但是这件事 反映到 是因为地少人多 再加上最重要的一件事 银子是高速地贬值 但只是不值钱 我和你小时候 八万富翁 现在 亿万富翁 还要问 姚维安 你多少亿 有没有过手 好了 时间真的不多 希望也问你 简单的问题 今年 哪个生肖是比较旺 哪个生肖是比较差 当然说了十二个生肖 要很长时间 基本上来说 因为地支六合 是狗和兔 是马好缩也相合 所以兔应该是不错的 再加上 如果你是地支三合 人不缩 我开始的时候也说 人就是什么 老虎 老虎好吗 可以的 你是属老虎 我记得 马都可以的 相对地来说 狗自己本身 不是不好 所谓是范太岁 这个龙也一般 因为是充太岁 我两个小孩都是龙同兔 再加上 这个鸡 和这个狗是相形的 也不是不好 再加上 老虎 和鱼 今年都是偏于 有一些叫做 脱咳 阻碍会比较多 但是今年 因为这个 十纳阴除了木之外 液缘会运 所谓液经里面说的 就是扎类除 今年一个好的机会 就是液经里面说的 这个随时而应运 就是说 时势不会遵就你的 你遵就时势 你去改变自己 而适应时势 那你就会有一个好的一年 好了 连我想问这条问题 大施都说了 就是究竟 如果你真的 今年这个运程 不是那么好的话 你可以怎么解构 你就听到了 时间真的到这里了 究竟 戴天祥今年 说的事情 行不行 要一年之后 再请去订阅和大家 就谈讲了 今天时间到这里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